84家获得企业培训委员会补助金的公司 承诺给予员工平均5.2%的额外加薪 将有近1500名员工受惠 全国职工总会和相关工会至今已经成立 超过1700个企业培训委员会 协助企业转型的同时也让员工提升技能 执总秘书长黄志明走访申请 企业培训委员会补助金的一家奢侈品修复公司 公司承诺为提升技能和工作内容重新设计的员工 提供年度加薪之上另外5%的加薪 企业伙伴方面他们觉得这个对他们的生意有很大的帮助 在我们员工方面也有这些特别的好的心心增长 希望更多的企业可以跟我们的职种联手 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好 通过企业培训委员会 公司可转换营业模式 促进创新和创造力并提高生产力 随着公司的转型 员工也会有机会提升和更新自己的技能 进而改善员工的工作前景 执总计划在2025年之前 成立2500个企业培训委员会 让更多员工受医 请不吝点赞 周观订阅 转发 转发 齐心